明朝嘉靖年间 江西又为于先生 明都自良辰 于先生博学多才 每次的考试成绩都相当优异 十八岁就考中秀才 他与同学好友共建文昌社 敬奉文昌帝君 这位掌管读书人功名的天神 他们奉行文昌帝君音质文 珍惜字旨 每月放生 借邪淫 借杀生 至于口头上的过失 如谎言 恶言 议论人的是非长短 也要求戒调不犯 因为文昌帝君说 只要一个人多多行善 己因德 上天必定降福给他 于先生这样做了多年 可是他前后应试七科 都没有考取功名 做官无望 只能以教书为生 到他壮年时 家境依旧贫寒 更悲惨的是 他有过五个儿子 死了四个 四个女儿也仅存活一个 第三个儿子生下来时 左脚底有两颗很明显的痣 这个孩子非常聪明可爱 父母十分疼爱 但八岁时突然失踪了 由于一次次的打击 妻子悲痛之下 哭下了双眼 于先生的家境越来越艰难 他反省自己并没有做什么恶事 为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样重的惩罚呢 为什么上天不保佑我呢 每年的腊月三十 于先生便写一篇书文 请他家的造神爷带给玉皇大帝 然而过了好几年 都没有什么感应 直到于先生四十七岁那年 除夕的夜晚 他与妻子女儿坐在一起 凄凉相对环顾四周 家徒四壁 一派萧条冷落 忽然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一看 看到一个人 头戴绞精 身穿黑袍 约有五六十岁的样子 这人很有礼貌地 向于先生问候 我姓张 从远道而归 走到你的家门口 听到忧愁叹息的声音 所以特地前来慰问 我现在穷困潦倒 怎么会有人来慰问呢 尤其是今天 大年三十的晚上 家家团圆 谁会有空来我家里慰问呢 于先生看看他的仪表弹图 又好像很不平凡 所以对他非常恭敬 于是向这位张先生讲述自己平生的遭遇 我生平读书教学 以及在德行修持上都没有什么大的过失 为什么到现在仍没有功名 妻儿不能保全 儿女夭折了那么多 甚至于缺衣少食 生活都成了问题 这些年来 每到除夕 我都在造神爷面前分烧书表 我所写的书文至今还记得 我说给您听听 你不用多说了 我对你家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 你每年在造神前焚烧的书表 都是怨天尤人的词句 你的义恶太重 起心动念 不善的地方太多了 只是徒有其名而已 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 这样亵渎上帝 恐怕上帝给你的惩罚不止如此 可能还有更重大的灾难在后头 我听说冥冥之中都有鬼神在监察 就是很小很小的善事 鬼神也都知道 我这么多年 杰文昌社与同学立下了誓愿 例行善事 难道都是虚名了吗 文昌社里的规条就等于戒律一样 大家都要遵守 我也是依教奉行 没有违反 难道这些都是虚名 你们规条中有重视文化 珍惜字纸的内容 既然有这条规定 就应当依教奉行 而你还是将旧书 或写有文章的纸 用来糊窗子 当你看到别人 用字纸糊窗户 或包东西的时候 你从没有劝告他们 也没有阻止过一次 只不过在路上遇到 自制捡起来逢化 这不是做给人看吗 不是徒有虚名吗 放生别人做你就做 别人不做你就不做 你的心地是真正慈悲 真正想放生吗 只是看到别人做 心里欢喜随喜一点 别人不做也就算了 真正的随喜要尽心尽力 没有尽心尽力不叫随喜 你在外面还标榜自己 是一个仁慈的人 实际上心中 并没有真实的慈悲之念 你家厨房里 依然有虾蟹之类的食物 你还是忍心吃众生的血肉啊 妄语恶口两舌其语 你都犯了 你很会说风凉话 讽刺人 前词造句非常巧妙 大家听到都被你折服 你还自以为能言善变 你有强词夺理的本事 无理的事 也能把它说成有理 因为你好胜心强 不肯输人 因此在与朋友谈论当中 言语不让人 这不让就是大毛病 好在你还有一点良心 晓得话太刻薄 有伤厚道 这一点良心 是今后转获为福的机会 你不知道反省自己 还以为自己良心不坏 是个好人 这能欺骗谁呢 关于借邪淫这一条 你虽然没有做过邪淫的事 如果因缘凑合 你仍会有邪念 真是自欺欺人 这些都是你们文昌社里 锁定的规条 你都做不到 其余的就更不必说了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徒有虚名 并没有真正做到呢 你每年写的书文 造神却是帮你送到天上 成交给玉皇大帝了 上帝对你不是不关心 天天派日游使者来考察 但是这些年来 你却并没有一件 真正的善行可计 你还有贪念 淫念 嫉妒念 傲慢的心 瞧不起人的心 凄凉狭小 性情急躁 还有一往期来念 恩仇报复念 这些妄念 恶念 坚固缠绕在你的心里没有暂停过 你只是在身上 口上假装行善 而这些义恶子丝毫没有改变 你逃避都来不及 还求什么福呢 你既然对我心底隐藏的恶念知道得这么清楚 把它都说出来了 您一定是神仙 绝对不是普通人 求您来救度我吧 求求您了 你是个读书人 同小道理 也晓得羡慕善行善言 并且以此为乐 当你听见善言时也很欢喜 看到善事时又备受鼓舞 但事过境迁就忘记了 原因就在于你善根不厚 性根不深 烦恼习气和污染太重了 没有长远心 没有忍耐心 很容易被外境所转 所以你生平那些善言善行 都是福言了事 进进退退 都是专物虚名 没有一桩事情是脚踏实地 尽心尽力 认真去做的 而且你的满腔一恶 起伏缠绵不绝 还想求天神降福给你 老天没有降福给你 你就责怪老天爷 你想想 这好比你的田地里种的都是荆棘 却指望将来收到好的稻米 哪有这种道理呢 这与因果不相符啊 你要断恶积善 养自己的谦德 改自己的毛病 如果勇猛精进 虔诚恳切 半年你就变样子 三年必有笑颜 于先生终于明白 原来命运是自己造的 所谓自作自受 不要怨天忧人 只要在念头上转变 就可以再造自己的新命运 从今以后你凡有贪淫 虚伪客套 妄想这些杂念 要发起勇猛心 彻底悔改 从心底里把这些妄想杂念都断除 这讲得很容易 做起来可不容易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所谓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 贪淫 虚伪客套 妄想珠杂念 这些念头一起来 立刻就觉悟 我的业障实在是深重啊 我应该怎样才能转变我的习气呢 你要把心地收拾得干干净净 指一个念头理会善的一面 做了不求回报 把行善帮助别人当作我的义务 当作我应该做的 别人误会了没有关系 别人的不理解不必放在心上 不可因此认为好事不能做 好人不能当了 甚至人家已愿报我 我也不在乎 不论大事小事难事易事 只要是好事善事都要切切实实 直接痛快地去做 一天一年一生一世 乃至发愿生生世世都要这样做 第一要有人耐心 第二要有长远心 千万不可以懈怠懒惰 更不可自欺欺人 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里 顺境也好逆境也好 一定要身体力行一点一滴日积月累 逐渐来完成你的大愿 若是我们力量不能行的 那就能做一分试一分 力量上达不到圆满 心要尽到圆满 只要你长久地这么去做 自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效应 你还算懂礼节 每逢初一十五上乡上贡给造神 并且做到了真诚心 恭敬心 从今往后要努力修持 尚可扭转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 于先生此时才晓得 原来是造神失陷啊 第二天大年初一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 于先生发大志愿 要拔除自己一切妄想杂念 并将自己的名字 由良辰改为敬意 以提醒自己断恶念修善心 可是刚开始奉行时 杂念纷飞 不是怀疑就是懒惰 如此进进退退 过了一段时日 于先生再次痛切反省 痛下决心 以后每天都在观音菩萨向前 叩头流血 尽发誓愿 从此以后 于先生的一言一动 一念一识 介入鬼身在旁 不敢自欺 不敢放肆 这就是他以后 所以能成功能转变命运 关键之所在 凡一切于人 于物有利益的 不管是大事小事 自己是忙是闲 别人知道不知道 于先生都认真去做 委屈婉转的 一定把他做到而后矣 也不考虑他有没有这个力量 能不能把他做到有始有终 只问是之 因为不因为 不问力之 能计不能计 他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欢欢喜喜尽心尽力 如果做到一半没有力量了 这样功德也是圆满 如此随缘方便 广之因公 而且每遇到人 就叫化引导他 告诉他敦伦 勤学 手牵 忍耐 以及因果报应的道理 唯恐自己没有尽到权力 每个月的月底 他一如既往 在造神前 报告这个月当中 身 口 意所修的善法 于先生修心养德的功夫 渐渐真挚纯属 但凡他有所行动 则万般善念相随 但凡他无事静坐 则心地清静 一念不生 这样做了三年 感应终于来了 于先生五十岁这年的一次会考 是位姓张的宰相主考 他想给自己儿子 请一位有学识 有道德的老师 大家都推荐于敬义先生 于是于先生受聘 到宰相家教书 他带了家眷 一同进了京城 生活也得到改善 不像以前那么穷困潦倒 宰相赏识于先生的道德学问 就为他在国子建报名入学 万历四年的时候 于先生参加乡试并登科 第二年就考取了进士 有一天 于先生去拜见大内太监杨公公 杨公公叫出自己五个刚儿子 来拜见于先生 其中有一个十六岁的男孩 于先生一见着孩子就觉得面熟 好像以前认识 你是什么地方人 江右人 于先生是江西人 这孩子仿佛记得家乡和自己的本来姓氏 我小时候离家游玩时 误入了人家载粮的船 后来船开走了 我也被带走了 于先生听后非常惊讶 于是请着孩子脱下左脚的鞋 孩子同意了 果真在他的左脚底 有两颗非常明显的质 你是我的儿子 爸爸 爸爸 杨公公见他们父子团聚 也非常感动 就欢欢喜喜地 把儿子送还给于先生了 余先生很快地将这个消息告诉妻子 分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见面了 母子见面抱头痛哭 儿子很孝顺 见母亲哭瞎了的双眼还在流泪 便捧起母亲的脸舔她的双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余先生知道这三年改过千善 正如造神爷跟他所说的不测笑咽 即意象不到的果报果然应验了 他这个时候对于世事愈看愈淡 因此也不愿意做官了 于是就辞别了张宰相 回到自己的老家 在家乡更加诚心诚意地积德行善 在家乡更加诚心诚意地积德行善 平常到88岁 他的长寿与福报一样 完全是他47岁以后修来的 这正是我们世间人学习的最佳榜样 乡里大众看到余先生一生所得的果报 都说他是由于力行善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于先生很不幸也很幸运 他从47岁才改过修善 50岁就得到感应 于先生儿孙的命运也都转好了 这是积德修善的果报啊 余先生松儿有七个 各个健康 书读得很好 以后都成了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